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也是目前人类离开地球可踏击的最远之处 阿波罗11号太空人在月球上空运行 并降落在月球表面的尽头 让我万分着迷 那黄粱令人见惊的画面 作为这个作品中的一些更光突 更极端部分的声音来源 另一方面 乐的主题素材来自于两首 在标题中明确提到月亮的乐曲 Debusy的《月光》和《华严君》的二层音乐 我将《月光》与意大利艺术喜剧传统中的PFO连结 而这个孤独契儿的形象似乎与华严君一生几乎被忽视的盲人街头音乐家的贫困背景相吻合 因此《月光》和《二层音乐》代表对月球的两种文化反应 既能相互对话 也与作为天文物体的《月球》对话 一开始《华严君》的二层音乐由中国乐器奏起 而西方乐器则演绎Debusy《月光》 好像乐器仅限于演奏自己文化的音乐 接着则衍生各式各样的交织 可听到两种乐器出现在多种不同的乐器组合 然而某个瞬间音乐突然变样了 对我而言就像是阿波罗十一号飞跃月球表面的画面 当下我们正面领着月球非城市和非人类的现实 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困惑的氛围 之后Debusy和华严君的音乐再现 虽然与开头亦有所不同 许多人类文化是由神话预言和想象所塑造 但科学发现和科技进步也不断在改造文化 而这个过程在乐中做了戏剧化的呈现 乐与很多当代艺术音乐一样是标题音乐 透过引用既有音乐片段来操纵听众的文化记忆 而两种不同音乐文化的相互作用是作品表情的一部分 了解我所借鉴的音乐文化可能有助于理解这首作品 但希望一位暗恋但不了解这部作品的依静的听众 仍能将音乐作为一种抽象的结构叙事 来理解并从中领会一些内在的戏剧性 这个作品的首演由我指挥 透过指挥角色更进一步对乐曲有不同的体验 经由重新学习诠释并重新聆听实际的声响 更对部分音乐肢体和音响效果感到非常惊讶 不过这就是作曲家的日常 我们总是与刚完成的作品最为接近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个人的旧作越来越不感觉像是自己曾经创作的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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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